文化部主辦第37屆金鼎獎隆重登場 今年共有1600多件出版品參賽 角逐22個優良獎項 競爭十分激烈 行政院長江一化特別到場 向脫穎而出的得獎者出版人致意 肯定優良出版對於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我常常在想 出版是什麼 出版其實也是被掌握在文字 以及圖畫之中的那一個社會 因為出版就是一個社會的寫照 一個社會各種想法 各種期盼 各種追尋 各種暢亡 各種愛 各種恨 各種悲歡離合 這所有的東西 當我們把它以文字跟圖畫的方式 表現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所謂的出版 所以一個社會透過它的出版 其實可以讓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以及這個社會以外的人 可以很清楚 但是很冷靜的知道 這個社會在想什麼 以及在邁向哪裡 今年頒獎典禮邀請出版界前輩擔任頒獎人 成仙啟後 鼓勵得獎者繼續耕耘出版產業 龍藝台部長頒發最佳文學圖書獎項 本屆共有四位資深作家獲得這份殊榮 透過金鼎獎的舞台 給優秀的作家 編輯最榮耀的肯定 胡錦榮 胡錦榮他的作品如此的寬闊 而筆觸又如此的銳利 鄭鴻生他的來龍去脈 他如此的老成 鄭鴻生在哪裡 如此的老成 然而他又充滿了少年的好奇 他的書真好看 卓志成他可以如此的調皮 而事實上這個常詩 你讀下去的話你會發現 他其實又如此的冷酷跟深邃 這樣一本書 郭強生我想說的是 他可以如此的混亂 可是你真走進去 你會發現他其實有一種 你意想不到的有序 真正的有序 所以這就四個人 我今天只想說 你們真是我們台灣的寶貝 恭喜你們 這本書的寫作來自多年來 心裡頭的一個困頓 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 多層次的斷裂的年代 不僅兩岸分斷 統獨對立 族群紛爭 還有百年來的世代斷裂 我曾多數談到 父親那代人是詩语的一代 他們是台灣人全盤接受 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 經過傳統學堂的祖父呢 他所學到的古典漢文 在日據時代 變得無用無之地 而拋棄傳統漢文 學會了現代日語的父親 光復後也一樣講不出口 我的副主輩可以說是 連續詩語的兩代人 他們除了在言語上不善表達外 也沒留下太多書寫自己的文字 由於父親那代人是那麼的無言 他們的歷史 所以由現代的人來書寫與編織 不幸的是 那個自我認識之路 不免受到各種意識形態的影響 因此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歷史 充滿了正義 讓人理解到 一個社會自我認識之不義 就像一個人難以充分認識自己一樣 文化部已透過獨立書店扶植計畫 閱讀新浪潮活動 國際書展全球布局策略 開拓閱讀人口與出版市場 共同影響出版產業轉型的挑戰 文化部媒體公安組 台北報導